7月28日,NBA多支球队基本上已经完成补强运作,但在交易市场上,依旧还有许多球员处于自由身状态。 这之中,就包括詹黄的好兄弟维德,维德目前下加一就位明确,但从维德的之前的一月来看,他还是很希望留在老冬的热火,甚至是直到退役,但热火方面还未给出具体的答复。 不过就在今日,去热火随队记者Wire Windermann的最新消息报道,这国总裁帕特莱莉在接受采访时,谈到了关于自由球员维德回归仪式,莱莉表示热火在给维德时间,但不能承诺给维德一份530万美元的中产特例合约。 谈到维德,莱莉说道,我们一直想让他以球员的身份回到这儿,我看到过很多报道维德已经不行了的文章,说他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维德了,但我还是不想他以更衣式老将的身份回归。 作为维德热火总裁,莱莉还是期盼着维德回来的,但记者问到以怎样的合同签回维德时,莱莉指出,在目前,奢侈税是我们正在面临的一档。 那难题,我不能承诺给维德一份530万美元的中产特例合同,这也不是我该操心的事,最终还是需要阿里森热火老板去决定,身为一名总裁,连给对混维德这样合同的权利都没有。 谁会信,要知道胡人总裁魔术师可是当机立断,以此年1.53亿美元的合同签下张姆斯的,想必是莱莉老坚居滑,不愿意给罢了。 而且最后,莱莉还指出,维德已经不是06年的他了,但他仍是一个出色的球员,依旧能够左右比赛。 话重点,莱莉居然用注色一词来形容对混维德,这简直是一种侮辱,点滴,作为热火对史上贡献最大的球员,维德称得上伟大。 值得一提的是,莱莉也算是维德的伯乐,恩施了,之前就因为薪资和让维德打替补的问题,把维德赶到了公牛,而在上河赛季其实一分钱没要,顺水人情将维德又纵回了热火。 但愿火到现在都执迷不悟,连一个中产特立合同都给不了维德,比起独行侠对待诺天王,胡人对待科比的做法,热火的举动真让人心寒,罗掌柜。